房车旅行中,狗狗的生活什么样? 游山玩水,追逐打闹,放飞自由,就是这个样 我们在YG旅行了三个月的时间 从一开始对房车和外界环境的陌生 到喜欢上大自然户外探险 房车不仅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质的改变 同时也让宠物的生活变得更加多姿多惨 当停下车之后,每一个新地方的改变 都给它带来与众不同的喜悦 美国人对宠物十分友好 尤其是对狗狗的喜爱更加深厚 他们不用总是待在房车里 所以我们尽可能每到一站都带YG去狗公园 去为狗狗开放的景区 这让他学会了社交,学会了游泳 喜欢房车与宠物的朋友 别忘了加关注给我们点赞哦